Ry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看藍方 藍方是Solar Kuma天空球 也是7月1號台灣第一位 世紀帝國職業選手誕生之日 Solar Kuma他的玩法 比較算是偏強軍事的 有點像是Hera那種 就是手速偏快的 不太會一直暴攏的那種玩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波蘭會怎麼玩吧 波蘭同時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稍微解說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在 大莊園旁邊 直接撒下農田的時候 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這個食物產量非常的高 到了大後期 這些肉量可以全部轉成大肉碼 再點一下金冠科技 可以讓肉碼有這個踐踏效果 這個踐踏效果是一種範圍傷害 這也是波蘭的核心的單位 所以Solar Kuma 這一場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怎麼守住這個大中原 然後同時要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 全部的冰凍都可以打 步兵騎兵工兵都可以玩 工兵也有拇指環 而且防禦的話雖然少了一點也不是重點 但是他的騎士也是少了三級鎧甲 但也沒有關係 因為波蘭人的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可以讓騎士只需要30黃金 非常省 那後期的波蘭人 一個主要路線 都是這個寶兵 戰錘兵 然後背上這個強奴 還有騎士 還有這個大陸馬 這四種單位 會做回他的主力單位 那波蘭人本身也是有大 這個重型大衝車的 這個衝車很好用的 在波蘭人裡面 可以讓這個戰錘兵進去 然後直接做一個前壓 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工程組合 那我覺得波蘭人這個文明 玩起來是不太適合新手的 畢竟這個大衝車 你要守住旁邊的農民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建議大家 對四季帝國有一定了解之後 再去買這個波蘭人的地樓是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達 達達達人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草原騎兵的防禦 非常高 這個獅護甲 可以讓他的草原騎兵 讓他變成最坦的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這個單位呢 是有義工的 而且 造價非常便宜 只需要40黃金 一隻騎士是需要75黃金 基本上是快要到達了 騎士一半的黃金成本而已 所以達達人 像這個蒙古 都很適合出草原騎兵 來做一個城堡時代的前壓單位 但是到了後期 要成為主力的話 還是要搭配一些遠程單位 例如這個馬公 那達達人 也是很適合出馬公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有免費的母子環跟安血人戰術 所以射速來說 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達達人 有這個免費母子環的關係 所以造就他在封建時代 打工兵入信也是沒問題的 反正也可以吃到母子環 一到城堡時代 變成奴兵之後 母子環也可以讓工兵吃得到的 那達達人後期 比較是需要依靠自己的 這個雀区 保兵單位 去做一個當坦克的動作 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血量又非常多 所以達達人玩起來算是 比較需要偏複合式打擾 騎兵加上馬公單位 會比較適合他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 達達人地圖是有點尷尬的 他如果要圍大的話 需要大量的村民 去做防守才可以圍得好 那前期防守可能只能小圍 這邊圍這樣子圍 然後在右邊側邊圍到底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主經 然後再往下圍 不管怎麼圍 他圍的這個防守成本 都是偏高的 那這個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目前我只能給他個 四五十分吧 連及格都沒有 那為什麼還有四五十分原因 是因為他的金晃速 是偏後面一點點的 沒有在這個正前方 或者在左側這個位置 好天空熊這邊直接打了兩棒棒 但是對手防守速度非常快 直接拉兩個木牆 開始守得起來 好這兩棒棒出現時間點 我非常的刁鑽 差一點就出事了阿伯 好天空熊這邊兩棒棒開始搞 因為他這邊地形來看一下 好像沒有非常的好 金晃是面向敵人正面的位置 而且前方還有一塊高地 這一塊地區 讓天空熊其實不太好受 這邊可能待會再補一些馬舟 或是士忌 把東西往外蓋 把這個高地變成自己 會比較好一點 那右側這邊也是 稍微圍一下就可以圍到底 以防守成本來說 波蘭人 蘇拉庫瑪這邊是比較優勢一點點的 但左邊這一塊區域 是需要大量房子去守住的 所以待會就要來看天空熊 怎麼規劃一下這個城市 好天空熊這邊直接用肉馬 擋住了村民的去路 這邊棒棒還是想要繼續追逐 吃頭繼續卡位 卡 再卡 哇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操作型選手 蘇拉庫瑪 這個打法跟 佩拉以前很像 就是用各種操作去應換對方的村民 那有換到一村 基本上就是賺了 那這邊射箭場直接下了下來 要來防守對方出工兵 因為達達人出工兵路線是很適合 但其實他出馬舟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的草原騎兵也是需要馬舟才可以出的 所以達達人不管出射箭場還是馬舟 都可以很順利的銜接到城堡時代後面的對應兵種 那這邊看到波蘭人 蘇拉庫瑪 要繼續打騎士嗎 好 他不打騎士打工兵 波蘭人的這個立即種田的效果 在封建時代其實沒有到那麼明顯 到城堡時代大概灑第二輪田的時候 這個立即收成效果才會非常有感 所以封建時代初期並不會非常有錢 就是經濟沒有那麼好 一定要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經濟才會開始好轉 所以前期來說出肉馬我覺得會有點窮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波蘭玩起來就是前期 就是特別的窮很難出肉馬 出工兵的話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個人玩波蘭也是很喜歡出工兵的 出馬舟單位我不太喜歡 很容易就斷村 而且肉類會吃得非常緊 木頭也是 好 那波蘭人這邊也沒辦法點一級農 經濟有點慘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看這封建時代怎麼打 好 天空熊這邊有點失誤 這個肉馬變成駐守模式喔 哇 尷尬了 天空熊這邊要死了一村 來不及為好 掉了一村之後 天空熊要怎麼打呢 三隻刺猴 往右走嗎 好 沒有 直接圍下來 右邊這邊趕快圍一下 正面有工兵 打打看到 哎呦 這個波蘭人轉工兵啊 自己趕快補一個射箭場 開始再出毛病了 毛病一出來 待會就會比較好 好過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到天空熊 右側的位置喔 已經開始在圍大了 基本上這樣子圍沒什麼問題 目前戰機喔 兩邊都是1比1的 但村民術來說 是打打人領先喔 大概一村喔 因為天空熊這邊剛好TC Delay了一下喔 Delay大概47秒 剛剛就是 有點卡落吧 好 結果右邊直接被殺了 這麼多村民 哇靠 這邊怎麼被殺的啊 這個洞口居然被對手抓到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 這邊是看到 赤猴直接出來 直接引了兩隻村民去當犧牲者 要把自己的村民送掉 然後希望他的獸可以出去喔 然後後面再補村民過來嗎 但這邊補有點危險喔 來不及了 這邊要補來不及了 雖然有按這個房子喔 但中間這個洞口很難堵起來 好 所以天空熊看到自己家裡爆炸 一定要趕快 拉村民工兵去射對方 這邊射到兩村還不錯 三村 第四村應該也沒問題 四村拿下 哇拿下之後 直接反超這麼多村啊 現在打打家裡直接變成BBQ 死到六村了 六比三 本來想說天空熊已經爆開了 結果對方爆得更嚴重啊 這就是天空熊很打手 自己如果被弄到的話 一定要把自己攻兵喔 把自己所有的軍事檔案 往對方家裡送喔 能換到一村是一村喔 好 家裡防守這邊也在圍一下 木槍有防守 家裡按些槍兵來擋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OK 有在案 好 這邊又再殺到兩村 直接高達十村的殺敵術 天空熊這一波秀得非常漂亮喔 這就是我們開頭講的喔 天空熊是蠻 像是黑藍那種類型的選手喔 強軍是打得非常漂亮的 好 這邊再殺個一村 十一村 哇 對方直接毀天滅地的爆炸 這應該是再起不能了 很不舒服啊 損失了這麼多村民之後 打打人這邊還能打嗎 而且他的地圖真的是偏爛啦 這裡有洞 他也沒有圍 然後這邊也是圍了超久才圍好 圍這麼大喔 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採集時間喔 還有這個建築時間 還有資源喔 都被消耗掉 好 工兵直接拉了過來 家裡也是用村民直接爆打一波 好 天空熊點一下了城堡賽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 來打一波城堡的騎士喔 或者是打這個工兵都很適合 那我覺得波蘭人前期 城堡賽初期喔 打工兵是更適合的喔 因為沒有貴族特選之前喔 出騎士其實很吃肉跟黃金喔 當然要硬出騎士也是可以 也不是說不行 只是 就是會有點虧了 但是如果對方的毛病這麼多的情況下 還是下個馬舊會比較安心一點 出個少量騎士喔 給對方的毛病壓力喔 就可以了 不要讓對方毛病這麼的輕鬆一久 在這裡 不然就是出個工程器製造所也是可以的 好 但是天空熊是一定要選這個騎士來打 騎士打一下 對方外面的毛病 家裡則是補下了二級射跟奴兵的升級 好 天空熊這邊是直接賣掉石頭的關係喔 所以第一時間沒辦法去補下TC的 好 直接強軍是開射 但是毛兵也是返回到了家裡 在等城堡是帶好才要讓這個毛兵喔 去做防守嗎 欸 但是這邊直接往上到了高地 想要來反擊奴兵 這個效果其實還不錯 哇 直接射掉天空熊大概四隻的奴兵 這邊有點虧啦 天空熊 好 但是右邊這邊居然有洞 哇 天空熊直接拉一隻騎士 跟弓兵過來直接控住了對手的主金 這邊左右開攻 讓對手相當難受 好 但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打打的草原騎兵已經登場了 只需要少量的黃金 一些的肉 就可以打到類似於騎士的效果 但是騎士喔 防禦還是比較高一點 血量跟傷害也是比較多的 但是以半價黃金來說 這個打打的草原騎兵 還是相當好用的 畢竟還有這個一共射程 好 這裡只有六隻 弓兵 四隻草原騎兵加一隻騎士 肯定是能打上來的 就來看一下天空熊這邊操作的 操作要不要先鑽洞 有洞 有洞就鑽 沒錯 這就是我了解的天空熊 好像在湊他 沒有啦 我是說這個遊戲 有洞就要鑽嘛 對不對 四男人都是這樣子的 這叫天性 我跟天空熊都是一個 正正當當的男子 除了天空熊偶爾會性鑽 會女裝之外 我本人沒有這個興趣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洞就鑽 是在四季地鼓裡面 一定要做有事情 好 那天空熊這邊補下了兩個TC 開始要濃起來了 直接想要鑽壓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距離應該是看到了吧 天空熊應該傻眼 直接在我家面前蓋工程器製造所 這什麼意思啊 騎士追了上去 很氣很氣 好 天空熊這邊打出了相當大的優勢 56村對43村 村民領先13村 這時候的打打人 經濟還沒有辦法好起來 這邊還去挖了石頭 向來蓋TC 但村民再次被抓掉 這邊前壓再度失敗了 那有人會說 為什麼打打前面死這麼多村 還要再打強軍事 因為他不打強軍事 天空熊能上去 所以他更沒有機會喔 所以他的觀念其實是對的 只是 只是天空熊他這兵也沒有掃出 也不是單純戰龍 還是有出兵在防守的 好 這邊聖旅招翔 四隻直接招 硬招 但是草原騎兵 防守速度非常快速 有一共射程 直接戳掉老頭 老頭直接招了一隻草原騎兵而已啊 好 但是老頭全部被送光了 草原騎兵數量也升不多 那這邊很順利的擋住了天空熊的騎兵 加工兵的前壓 這一波打起來波蘭人喔 天空熊是偏虧的喔 畢竟老頭被殺掉這麼多隻 騎士也損失非常大量 損失的兵種都是黃金兵喔 打打人的草原騎兵就是這麼的猛 所以如果有玩到隨機打打人的話 一定要出草原騎兵喔 城堡實在初期 但到了中後期 草原騎兵 影響力就沒這麼誇張好 因為後期有這個坦度的問題 還是會遜色於有遊俠 或是騎士加成的文明 好 這邊直接應招 好 直接戳掉老頭 這就是草原騎兵 克制老頭的方法 但天空熊現在修造院裡面 有四個聖物喔 就算這一波兵喔 全部送光喔 家裡TC村民術 還是領先於對手的 好 但對手這邊也是再次嘗試想要前壓 結果這個工程器製造所還是蓋不起來 好 這裡一直用高地反打 你看 傷害非常高 這就是達達人的一個強勢之處喔 他的高打低還會有額外增傷喔 草原騎兵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效果的 這多一個射程喔 就是要讓他草原騎兵的擊火傷害喔 更好一些喔 好 波蘭人直接在家門口蓋下了一棟城堡 達達這邊則是要再嘗試衝鋒 然後再直接硬都掉森鋁 森鋁再一次遭翔失敗 但是 天空雄還是有在按自己的森鋁 但是工兵也有在出 現在又打一個混搭策略 但是自己出了太多歧視的關係喔 經濟有點不太好 反衛也沒有升 哇 這邊兵直接被草原騎兵給督爆了 但至少村民術還是領先26村 天空雄沒有太大的壓力 這隻工兵也是在這邊爐小 讓他只能在中間這邊伐木 還有右側 但右側也沒有在伐 好 達達人這邊全力爆兵 打出了一些 軍事上的優勢 但經濟上是完全沒贏的 這邊要盡可能去傷到天空雄的經濟喔 才有可能逆轉喔 好 那天空雄現在這邊就很好去打了 自己其實不用這麼的緊張喔 開始轉龍啊 下城堡啊 守住啊 或者是棄手這個TC 往裡面蓋TC也是可以 那家裡再出些奴兵啊 或是直接農上去喔 出貴族特權騎士喔也是可以的 好 天空雄這邊點一下了 貴族特權還有20秒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邊後面會怎麼打 好 草原騎兵直接印度房子 房子直接爆炸來不及休 哇靠 打打這個草原騎兵暴真的是太有威力了 但是天空雄這邊的騎士現在才開始暗 因為剛剛貴族特權研發花了20秒 這邊點一下品種 防禦還沒有點 大中原直接爆開 完全不能撒天 這就是破壞人最難玩的地方喔 你只要讓對方一進來喔 你的肉直接斷光 很難守住的 好 這邊利用三旅去印招對方草原騎兵 好 招到了一隻 草原騎兵現在瘋狂往這個洞鑽了進來 頭車要開始慢慢砸嗎 好 我覺得這邊還是要進去硬打一下比較好 這個草原騎兵不能撤阿 他只要一撤就輸了 這個撤絕對沒好結果的 哇 結果達大人撤掉了 那天空雄這邊直接聳龍上去沒有問題 好 這邊看到城堡 這邊TC要全部撤了 村民要全部拉走 不能再挖木頭了 不然待會就沒機會跑 結果這個村民怎麼又回去了 哇 沒有空好 只有少量村民回到了城內 好 這邊來補一棟房子 天空雄意識到了問題 沒有點下一級農 所以經濟非常差 這個農田很快就被吃完 然後撒第二輪 好 有這個一級農之後 再補二級農 待會經濟就會好一些了 好 村民直接拉掉 OK 拉掉拉掉了 右邊也再度維好 好 天空雄這邊慢慢按出了自己的經濟科技 輪走技術 打打這一波強軍是打的其實蠻漂亮的 這個觀念非常好 特好那一種 自己損失這麼多村民 但是漸漸的好像有追上天空雄的一個跡象 但其實是假象啊 這個已經領先快要30村了 天空雄這邊其實打的 前面其實有點被對方的操作給壓制住了 這個草紋騎兵確實被操作的話很難解掉的 但還好對手沒有繼續做強攻啊 繼續打牆啊之類的 只解掉天空雄一個TC 算是小傷而已 並沒有太過於受傷 村民宿基本上是完全撤退的 後面再補一個TC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裡點下二房 那天空雄待會這邊的騎士 先不用跟對方硬打 直接繞到對方家 找這個破口去打 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把那個騎士偷溜進去會比較好 先不要打正面 好 那天空雄果然是把騎士拉走 這邊正面來說他也知道 現在草原騎兵數量這麼多 要打贏正面是非常困難的 好 那天空雄這邊村民宿來到93隻 農田有41片田 這邊用家裡的勝率 稍微擋住了對方的草原騎兵的牙子 頭車直接砸一發 沒有預判 差一點 好 騎士開始在砍建築物 達達這邊會把兵調回去防守嗎 但是他並不想 因為他知道如果把兵派出去 就中了對方的陷阱 因為天空雄的目的就是希望 達達人這邊可以撤兵 但如果達達人不撤兵 家裡就會被騎士衝了一波 完全擋不住 而且現在二房也好了 還補下了異攻 騎士砍村民只要四刀 有點異攻騎士三是非常痛的喔 你看這個村民血量掉非常快啊 完蛋了 達達人這邊應該是沒者了 這邊再不撤真的沒機會 好 那雀雀這邊招降掉了一隻 哇 三隻騎士追九隻村民 不虧 然後騎士再繼續往裡面衝 重爆打打大量農田 這時候 忽然天空雄偷偷點下帝王十代 再往外蓋一棟城堡 還是把經濟反打了回去 好 草原騎兵繼續渡了過來 好 守住守住 好 直接用騎士賭口嗎 他覺得意識到這個城堡 這個房子蓋不起來 直接用騎士印賭 那如果硬賭的結果 我覺得草原騎兵在平面上沒有太大的優勢 正面硬打的話可能會打輸 而且現在怪毒特權已經點好了 不然這邊騎士的成本非常低喔 硬打交換騎士不虧的 好 但是後面有頭子車就另當別論了 哇 這頭車傷害很高的 好 前方慢慢督光 一台衝車也在清除外側的建築物 大家這邊想要去偷 蘇拉庫瑪的黃金 好 那破爛這邊點下了二弓 二弓補完之後 待會 所以 剩到電容世代再補個三弓 騎士就已經升級完了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 所以破爛在帝王初騎成型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我常常在說 破爛是很適合打這個 城堡中騎 或是帝王初騎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個中騎 大量騎士對方很難擋之外 電容世代初騎升級的快 然後產量又很高 然後電容世代 打打要怎麼反擊呢 這邊在all in 想要再蓋一棟城堡進去 但這邊有點難蓋喔 重裝騎士 好一分半 打打可能知道自己的死息將近 天空熊這邊防守 防得很不錯 後面再蓋起了一些房子 想要再應手 這棟房子爆了 可能會有個洞 這裡有個洞 這個房子有點危險 好 有洞進去 有洞就是100分 要不要鑽這個 噓噓噓噓 又砸到一番 好痛 頭色的傷害是 不能忽視了 好 天空熊這邊在等 重裝騎士變勝timing 這邊直接移上 對手可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想要利用這個窄口做防守 好 這邊直接硬上 重裝騎士升級好 現在硬打也沒有問題 但是黃金量 突然這邊是有點少了 冤阻已經挖乾了 現在天空熊急需新的黃金礦 右邊的城堡也蓋好 打打這邊進攻可能會很劣勢 好 那現在天空熊不用進攻也沒關係了 這邊直接出 重裝騎士 然後在家裡 出巨頭 慢慢拆就可以了 巨頭直接在外面開拆 這邊打打的 草原騎兵可能會上來硬打喔 果然硬上了 但正面天空熊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騎士硬騎 但是打打的高打滴傷害非常的痛 是有機會把波蘭這一坨的騎士給吃完了 千萬不能讓打打高打滴喔 額外增傷太高了 連重裝騎士都快要擋不住 打打城堡時代的草原騎兵嗎 但是又到了平地之後 戰局又回歸平衡 打打人直接損失大量的草原騎兵 波蘭人反擊成功 打打打出了GG 哇 天空熊這個 後面這個操作拉打打的不錯 打打也是喔 打打這邊高地反打 確實把波蘭人打回去了一點 但最後回到平地喔 可能打打也沒意識到 其實他剛剛是靠高打滴才打得贏喔 到平地再跟波蘭打了一陣子喔 結果直接馬上打輸喔 最後打出了GG 那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那村民宿 哇這個87隻騎士 對84隻的草原騎兵喔 哇 經濟非常的好 經濟的部分波蘭應該是全贏 畢竟村民宿一直領先30寸喔 要輸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還有4勝物喔 所以打打喔 剛剛的唯一的打贏的方法喔 真的就只有強精速打進去喔 但天空熊這邊也是很快速的應對喔 趕快挖石頭 把城堡蓋起來喔 這邊只要擋住喔 只要讓對方入侵不進來喔 基本上就贏一半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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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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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